四天狂砍117分,16年詹皇全是王者极限,地球人打不出这数据,北京时间11月19日,今天结束的NBA常规赛大战,胡人最终乍胜热火,终结了最近的颓势,全场比赛,胡人只靠一个人就拿下了胜利,球队老大勒布朗詹姆斯,用一场51分的逆天记录, 金线王者本色,詹皇今夏跟胡人签下合同的时候,曾引发了激烈的质疑,毕竟他已经34岁了,来到胡人还有什么用,更多的可能是养老了,但不能用常理去揣测一个NBA第一人,四天前对开拓者的比赛,詹皇刚刚狂轰44加10加9,张显霸气超越张伯伦,昨天面对魔术的比赛, 他又打出22加4加7的全能发挥,可惜球队防守太差,导致最终输球,再加上今天的51加8加3,短短4天的三场比赛,詹姆斯一共轰下117分,22个篮板和19次助攻,场均39分7.306.3助攻, 这可是一个34岁的老将,生涯第16年,在四天三战里拿下117分,NBA历史上,还能找到第二个,这么恐怖的球员吗?